8月15日晚 中国南方航空在洛杉矶成功举办广州文化旅游推介会 向当地旅行代理商、媒体及旅游爱好者 展示了广州的独特魅力以及南航的优质服务 推介会上南航详细介绍了广州的著名景点美食 以及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和广州免费一日游等项目 突出广州作为全球旅行者的理想目的地 同时 与会嘉宾还了解到南方航空最新的北美航班信息 产品服务及明珠会员的专属权益 南方航空北美营销中心总经理李翔在致辞中表示 南航致力于通过拓展国际航线和提升服务质量 连接全球更多的文化和市场 今天的推介会不仅展示了广州的文化底润 也体现了我们提升国际客户体验的持续努力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让更多北美旅客体验到广州的独特魅力 同时感受到南航一贯的优质服务 广州是一个百连商都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值得大家去的景点 比如说广州塔 比如说广州的早茶文化 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中国南航是 南方航公司是在总部位于广州 所以我们和广州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欢迎所有的乘客选择南方航公司 经过广州中转到全中国各地 活动中南航为嘉宾呈现了丰富的岭南文化节目 包括传统古增演奏和精彩的舞蹈表演 生动展现了广州的地方特色 互动环节中 与会者积极提问 现场气氛热烈 大家对广州的旅游资源和南航的服务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南航北美营销中心 作为广州文化广电旅游局的 指定旅游推介中心 通过这次推介会 有效提升了广州在北美市场的知名度 展示了南航在国际化发展中的战略布局 推介会不仅加深了北美市场对广州的了解 也进一步巩固了南航在全球航空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华夏电台记者哈欠大师采访报道 各位了 稍等 2 follower 还 务